喔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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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好期待喔 我們剛剛遇到這個先生 我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那個剛剛活動是什麼 他說那個是他們這邊的算是高升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這邊搭計程車多少錢 他說 我就免費送你們去啦 賺到一趟啦 真的是免費了嗎? 隨便就上人家的車 究竟我們來到拉拿克 第一個遇到的人 是好人 還是騙子呢? 我們剛剛遇到這個先生 我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那個剛剛活動是什麼 他說那個是他們這邊的算是高升 小活佛吧 小活佛 然後就以大家熱烈的歡迎他們回程 那因為剛剛跟他聊一聊 他說他也是有開Gas House 所以就是我去住他們的Gas House 對 我就說我們已經預訂了 他說沒關係 如果說之後有時間可以去 可以去住 等我們那個住完之後可以換到他那邊 嗯 然後他給我們很好的價錢 一個晚上四百塊 對 Wi-Fi超級好 他說Wi-Fi不好不用錢 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這邊搭計程車多少錢 他說公定價是600Ruby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樣子好了 我就免費再送你們去 賺到一趟 真的是免費了嗎? 他是跟我說他來接兄弟的 接他的弟弟 會喘欸 手路會喘欸 然後呢 可是我說你兄弟你不用等他嗎? 他說他遲到了 不管他了 還帶我們去城裡 對 可是這樣從這邊去城裡大概多久 我不知道欸 一小段路而已吧 所以這位先生幫我們省了600Ruby 然後他剛好跟我們講說 來到這邊記得先休息喔 不要急著到處跑喔 對 因為這邊環境高海拔 3000多公尺喔 就差不多跟拉薩差不多 對 一個不留意可能就會有高原反應 所以第一天 好好乖乖的帶著不要亂跑喔 那我們今天就 跟著這位先生 隨便就上人家的車 我相信這邊的人應該 應該還蠻善良的吧 對 我有錄影存證喔 應該不會太騙我啦 究竟我們來到拉拿克 第一個遇到的人 是好人 還是騙子呢 車牌喔 車牌 拍一下喔 OK OK 賺到一趟免費的解剖喔 對 其實我發現獵城機場喔 真的是蠻偏僻的喔 對啊 荒涼 真的很荒涼喔 外面就是黃沙滾滾的喔 阿姨 你多少錢要預訂了這家 多少錢 多少錢 2600 2600 他們告訴我 他們的WiFi是非常好 所以我預訂了這家 你已經預訂了這家 我已經預訂了這家 只在你的錄影 OK 小心 你的WiFi是更好嗎 呵呵呵 OK 我告訴你 OK OK 那你就知道 好 OK 很有自信喔 來獵城喔 很怕就是動網喔 因為這邊以前喔 就是很常那種 比如說 常常會一整天斷線 或者是說 冬天的時候喔 會甚至斷線 三個月都有可能喔 就與世隔絕 對 所以現在他們那些 Gas House啊 都會主導他們的WiFi非常好 有熱水喔 所以像我這個民宿啊 我現在準備要住這一間 也是一定喔 馬上那個訊息傳過來 就說 我們有熱水 我們網路非常好 對 我什麼都沒問他就自己說的喔 大家來訂這個民宿 都是會想要問 問說WiFi WiFi好不好 有沒有熱水喔 因為畢竟在高原洗澡 其實沒有熱水 是很容易感冒的喔 對 在那邊感冒會很麻煩 會很容易住院喔 對 跟西藏一樣就對了 對 突然發現這個夜城的交通也是非常混亂喔 也是塞了一塌糊塗喔 對啊 這邊有小商店 小商店 嗯 有啊 這邊有網路電腦喔 門沒開 那就是那個Atele 那個四級那個 對 有點熱 對 很熱 哇 你看那根山 雪山 真的是隨隨便便都是大景喔 前面的那個山喔 嗯 太熱吧 嗯 火塔 嗯 不知道他要去哪裡喔 一度大叔 他叫什麼名字 薛米 薛米 薛米先生喔 他就把車丟給我們喔 嗯 對 其實也是蠻純樸的喔 鑰匙還在車上喔 不怕我把車開走喔 對不起 掰掰 開走了 他們那個公車就這樣直接過在門口喔 所以其實我們是跟那個活佛 坐同一半飛機你知道嗎 那個小活佛 就那個那時候喇嘛帶那個小活佛嗎 一個喇嘛抱著一個小孩喇嘛 就那一個喔 小活佛啊 對啊 我相信那個地位應該蠻高的喔 因為幾乎一個超級大隊伍在迎接喔 跟他競相團耶 嗯 對啊 我剛剛是有看到那時候就是他不上車之後嘛 嗯 有好多那個 好幾個那個 歐美 歐美的遊客 嗯 去就類似要給他就是 好像是要摸頭還是摸什麼 就是祈福 給他祈福 祈福這樣祈福對不對 嗯 他去買東西啦 順便去買東西 這樣子欸 把那個山找進去然後這樣蓋到 直接那個蓋在山伴山腰上 這也是 藏式建築啊 對 藏式建築 開始進到市區了喔 這裡就是那個他們這邊的主要街道喔 列城的算是 雙電街嗎 做的那種地方啊 我們飯店其實就定在這邊喔 在裡面那邊 所以其實我們飯店走出來 就可以在這邊吃東西了喔 好多喔 好多喔 嗯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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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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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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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inutes yeah 10 minutes by walk yes ok quiet and this one o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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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up there in the Shanti Stupa Japanese temple Shanti Stupa I know yes yes you come with me by car I show you Shanti Stupa als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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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just like a passport for me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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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的人真的超好的 還說呢叫我們要多喝水啊有什麼問題呢可打電話給他唷 好啦我們那個剛剛Mr.什麼Shami 非常好送到我們飯店門口這裡 第一天在列城齁我們就訂在最熱鬧的區域旁邊齁 那這家為什麼我會訂這家呢是因為在網路上評價說他們家網路超級無敵好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住看看齁因為我們非常需要網路齁 第一天齁沒有網路會很沒安全感 那我們預訂的這家叫做Paradise齁在這裡 是衣機咧喔對啦 中環圍小花園 哈囉 check in 我們有一個東西嗎 對 OK 我要去看看 喔 好貓咪 Kate Kate 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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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驚人耶 這個就是你的 OK 謝謝 我們房間齁 目前就是我們訂到的是剩最後一間齁 他現在說還有另外一間房間可以選齁 這是另外一間一個104101 看一下 這間是不是比較好啊 這好像比較大齁 好啦 我們剛剛check in 完了齁 其實他這邊房間的樓上啊 view都不錯 只是說因為真的太多 因為這家是說 聽說是Wi-Fi比較好的一家旁邊 然後又離那個列城的那個市區最近 樓路在幾步就到了齁 所以說很熱門 今天只能訂到一樓的房間齁 看之後會再訂到高樓層 如果我們住得不錯的話 我們就繼續訂高樓層的齁 那因為剛剛他說 這邊有一個101號房比較大間 就是目前沒有人住齁 就給我們選擇 那我們今天就欸不錯 就住到一間大房間齁 只是可惜啊 就是他是沒有view的啦 但是還是有創戶 只是他創戶旁打開是看是 好像是小巷子吧 我剛好稍微看一下 讓他看一下齁 對 對啊 就小巷子 但是是有採光了齁 對 還行啊 床很大齁 床上蠻大一個 對 有一個衣櫃齁 來看一下廁所 浴室很大間齁 等一下看一下 這是不是電熱水氣了齁 應該是吧 嗯 就這樣子 在列層這邊齁 我看他們浴室好像都長這樣 嗯 就是好像會有一個水桶 咬著洗澡的感覺 對 嗯 復古齁 挺舒適齁 然後還可以齁 打掃了算是蠻乾淨 算可以啦 一個晚上大概是 1300Ruby吧 1300多Ruby 大概五六百塊啦齁 其實很便宜齁 這邊列層的住宿其實都不貴 對 然後CP值就算蠻高的齁 所以可能這個大家要來這邊 對 這次呢 就打算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 剛剛送來的齁 對 所以是這樣子齁 不太敢喝齁 應該要去 去外面買一個瓶水回來喝 好 那就這樣子齁 以上就是我們在 列層第一天 的住宿 如果各位有發生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幫我們影片按個讚齁 沒錯 那如果剛好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也在下面幫我們點個超級感謝齁 讚助一下我們的旅費 對 住宿費啦齁 好那我們就下次旅行路上見啦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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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